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4月23日星期五的第二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最新的國際形勢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日本駐澳洲大使山上信吾 近日在接受澳洲媒體訪問時 說日本 希望加入五眼聯盟 而且他還說 應該很快就會成事 第二宗消息 德國外交部長馬斯 和王毅進行了視像會議 馬斯就說 歐盟和中國脫歐是錯誤的做法 他就勸歐盟 應該要和中國保持接觸 好了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日本加入五眼聯盟的消息 日本駐澳洲大使山上信吾 近日接受適離先鋒報採訪時就說 日本正在和澳洲的情報界 以及五眼聯盟其他四個成員國的情報界 建立合作的關係 這是一件正在設實進行的事 日本政界和官員 越來越意識到 日本要加入五眼聯盟的重要性 因為日本和五眼聯盟國家 都擁有共同的普世價值 和戰略利益 加入五眼聯盟 對日本是一個重要的標誌 同時這六個國家都將中國視為戰略對手 山上信吾還說 隨著日本不斷取得進展 他對於五眼聯盟 在不久的將來變成六眼聯盟 是抱有非常樂觀的態度 如果這次日本真是成功加入五眼聯盟 對於日本來說 也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其實自從1885年 福澤預計提出脫亞入歐論開始 至今已經有135年的時間 而脫亞入歐論其中一樣的重點就是 要擁抱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相應的價值觀 現在日本 在實際上也做到了 只不過是名義上差一點 如果日本真是加入五眼聯盟 使得改組成為六眼聯盟 就不僅說這六個國家之間的情報界 會加緊合作關係 而且也會使得 日本在名義上 都真正脫亞入歐 就這件事來說 澳洲方面有什麼看法呢 澳洲國立大學的國家安全學院院長 梅德卡爾夫就說 他說 最了解中國的國家 其實就是日本 但是 大多數的時候 五眼聯盟 就將自己視為一個 不會變化的聯盟 但是他就認為 其實都需要順應著 時代的發展 而加入一些新的成員 五眼聯盟 就會持續分享 最高級別的機密情報 這個就是基於五個國家之間的互信程度 足以共享一些敏感的訊息 而日本 在收集和評估情報的能力 就足以為五眼聯盟提供有力的補充 但是他也提到 日本現在面臨著的挑戰 就是將要遵守五眼聯盟的規則和協議 使得日本最終被完全接納 但是在被完全接納之前 更加務實的做法 就是改組成為五眼加一的聯盟 所以 澳洲方面其實都是表達出一種 開放和歡迎的態度 無論是五眼加一也好 或者是六眼也好 都只不過是一個名號 我估計當中唯一的考慮 就是始終日本和這五個國家之間的文化淵源 實在是有太大的區別 日本就是大和民族 但是另外的五個國家 其實都是源自於 安格魯薩克遜民族 唯一的區別就是這一點 最大的不同 而在目前 日本和五眼聯盟國家之間的 軍事和經貿合作 都算是相當緊密 比如就簽訂了美日安保條約 英日貿易協定 以及在去年簽署的 日澳雙邊防衛協定等等 當然 跟加拿大和紐西蘭的關係 沒有那麼緊密 事實上 五眼聯盟當中 紐西蘭近日的取態 都相當親中 如果一個親中的國家 因為歷史淵源的關係 都可以留在五眼聯盟 實在看不到有什麼原因 是不會接納日本的 在基於四方會談的 亞洲北約正式成形之前 其實五眼聯盟 就是一個很好的 協作平台 是給日本 跟美國、澳洲、英國合作的 至於 這個亞洲北約 到最後能否成功 成功搞得好 就好看印度的取態是怎樣 自從拜登上台以來 他敲鑼打鼓地 將俄羅斯 塑造成為美國的首要敵人 當然令到 美俄關係又再雪上加傷 比特朗普執政時期 就頑皮了很多 問題就是 印度當初為何特朗普能夠成功拉攏過來 正正就是因為美俄關係 相對沒有那麼緊張 而印度 在軍事上 是極度依賴俄羅斯的 甚至乎他們現在 所擁有的唯一一隻 航空母艦 都是採用俄羅斯的 技術 向俄羅斯方面購買 所以印度就斷言 不會說 為了靠攏美國 走去跟俄羅斯 那麼愚蠢 這個是 基本上 沒有可能發生的事 所以 當美俄關係 開始交互的時候 印度夾在中間 他無可避免地 就是要跟美國保持著 一定的距離 他就不能夠 在美俄之間 去選邊站 至於 如果美國繼續要 擔大旗走去針對中國的時候 印度也不介意參與一份 但是如果要跟俄羅斯 交互的話 就不用預算了 所以大家看到 這個印度的外交部長蘇傑生 為什麼他會對於四方會談 升級成為亞洲北約這件事 有那麼大的保留呢 就是因為想跟美國保持著 一定的距離 不是說不合作 但是不能提升到 那麼高的層次 變相得失了俄羅斯 所以 如果日本加入得到五眼聯盟 就能夠填補到這段時間 合作上的空白 因為要搞亞版北約 應該遙遙無期 因為少了印度這隻腳 就開不成桌 如果要打三人麻雀 不如日本加入 五眼聯盟就更好 反正那些基礎成員都是那幾個而已 都是美國、澳洲、日本而已 那麼日本加入五眼聯盟 更快? 開下洗鬼令起勞造嗎? 好了 接著我們就看看第二單的消息 在昨天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 就跟德國外交部長馬斯 進行了視像會議 在開會之前 馬斯就提前說 說歐盟長期把中國視為夥伴 競爭者 和系統性的對手 從這三方面來看 都需要跟中國建立出強大和可持續的溝通管道 跟中國脫歐是錯誤的做法 這就是馬斯所說的說法 王毅在開會的時候也呼籲 中國、德國等的主要經濟體 應該共同抵制任何脫歐行為 專而尋求 維護全球產業和供應鏈的穩定 王毅又說中國不贊同 重新以意識形態去劃線 鼓吹新的集團對抗 甚至基於虛假訊息 任意實施單邊制裁 馬斯的這番說法 肯定會使得德國內部有些對華的鷹派分子 批評他不夠強硬 事實上 德國 在過去這兩個月 很多媒體都在批評 默克爾的對華政策不夠強硬 現在事實上看得到 德國似乎有些搖擺不定 而且他現在說這個也是偽命題 歐盟曾幾何時說過 要跟中國脫歐 事實上就是做不到 至少有匈牙利在這裡把關 你就沒辦法跟中國脫得到歐 最多說在合作關係上 沒那麼緊密就有可能 完全脫歐基本上是沒可能 尤其是歐盟當中有27個成員國 那麼多國家跟中國的關係 就是偷斷絲連 怎麼脫得到歐 馬斯 他說這番話出來 無非也是叫做 向大陸示好 還有就是 這些國家就是把經貿利益 擺在核心價值之前 就沒辦法跟 立陶宛 或者是瑞典這些國家 來比較 人家那些小國寡民 他可能覺得賺夠了 或者不需要賺那麼多錢 不需要發大達 過得到他的生活 都沒有問題的 但是有些國家 偏偏就是野心強大 又要發展成為強國 比如說匈牙利 藍斯拉夫 或者塞爾維亞 你和德國都是這樣的 長期來說 西歐有些國家就是不願意屈服在美國的強大勢力底下 經常都說不想在中美之間選邊站 要頂竹而立 要發展成為中美歐三大勢力 但是在這個發展過程當中 有些國家為了獲得更加龐大的經貿利益 其實暗中都是向中國靠攏了 雖然說不想在兩個國家之間選一邊站 但是比如說德國的汽車製造業 如果那些汽車 那些車輛 不是出口去中國 他可以出口去哪裡呢 是不是出口去美國可以買得到 是不是消化得到他的產能呢 其實說到最後 就是價值和利益之間的衝突 有些國家 將價值置於利益之上 他就可以說話大聲一點 都可以 有些國家 將利益置於價值之上 那就會搖擺不定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